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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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市况 港股方面,最新跌21点,接近23,637点 另外国企之数,最新跌51点,接近12,145点 大致成交方面,暂时有635亿 其次方面跌少了,现在跌38点,接近23,634点 低水近1点,成交量有48,800多张 内地股市转跌为升,全日收市 上证指数,全日高位2325点,今早见过 临收市之前,力冷狂困,上回不少 最终升6点,收报2321点,西方0.27% 另外,护芯300指数,最终升10点,2607点 另外,深圳城市升11点,收报9548点 而两支成交方面,今天就算弱了一点 相对来说,上证方面有969亿的成交 而深城方面有917亿的成交 两支成交呢,同钱一比的话,过2000亿来说 今天相对来说,较少了一点 现在怎样看呢? 上证指数,其实今天都失手过2300点 这个关口 你说看回内地股市,好像说今天成交等等 看到的确是有少少转弱的迹象 但是如果你是拉借这一提的话 整体仍然,成交表现得不错 你说说上证指数,其实近这三天来 我相信整体仍然是一个高位整固的格局 其实你看回近期的高位,2330几点左右这些水平 近期来说,每天的调整幅度 最多都是1%左右 见到相对仍然,走势的形态上仍然是相对强硬的 你说始终说近期来说,我相信仍然保持着一个反复沉顶的格局 因为你由技术走势到便 都看到,你说上证指数仍然是一个上升通道之上的 后市,我始终觉得内地股市可以继续看好 第一,就是内地的股值的确仍然是有吸引力的 相对地来说,股值仍然是偏低 因为内地的经济增长 其实你说上个星期,不公布的经济数据都见到 增长放缓的势头,的确是有机会结束的 而且很大机会在现一三年 在一些政策扶持下,12.5的中期一些政策陆续地出来支持下 内地的经济有机会出现一个反弹 未来来说,经济很大机会平稳着每年经济增长 保持着7.5%达到中央的目标 我相信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上升指数的反弹空间 的确是相对比较可观的 你说近期来说,指数上只是一个高位上的整固 我自己看后市真的不会看得太差 那说着焦点,可能明天看回汇丰公布的 明天招了汇丰公布的PMI初值 其实市场预期的PMI初值 明天会去到51.7左右这些水平 其实较上次51.5再为上升 见到市场普遍预期第一个月表现都不会太差 我自己看回的确有可能性是很大的 其实如果一旦如此 即是内地的经济,制造业仍然是继续好转的话 我相信这个条件有利股市 甚至带动上升指数在创新高 因为其实看过去11-12月 一些PMI数据 都见到很多行业等等 订单等等都见到有个不错的增长在那里 我相信近期来说,欧美两地的经济 都有逐步回稳的迹象 很难想像去到1月 突然间会转换变差 而且见到内地资金上的支持,力度等等 都未见到有个严重紧拙的情况在那里 所以我相信1月份的PMI 我自己看得未必会太过差 再加上见到一些市场,一些消息 四大银行,贷款金額都不小 始终在贷款的支持下 1月动工,意欲订单的收入等等 可能在新年前表现都会比较好 所以我相信1月份的PMI 再加上市场预期为优胜 见到内地的经济进一步回稳的话 我相信是有条件,上升指数再进一步创新高的 另外见到德勤,即是会计师楼 他们有一个叫做全球制造业组 还有美国方面竞争力委员会 他们两个组织就联合了发布一个叫做2013 全球制造业竞争力的指数的数据 显示中国方面的制造业的竞争能力 会在今年和以后的未来五年都会排榜首的位置 中国拥有一些关键的优势,即是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优势 加上政府方面大力投资在制造行业 以及完善供应商的网络 报告更加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的格局 正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在20世纪的制造业终坚力量 会维持他们的竞争优势方面面临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挑战 刚才他说中国方面的制造业竞争力 会跑赢美国、德国和日本 你又怎样看呢? 事实上,如果说制造业 其实中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欧洲、德国等 日本等去比较 的确是有优胜之处,始终说是劳动力成本 的确是相对然而去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大幅抛利对手的 始终说是人工成本较便宜 整体延生产成本都是较为优胜 始终这个是事实来的 但始终我觉得整个制造业是不是真的那么完美 或者那么完善 始终都是有引优在这里 内地的制造业始终受到一些其他新兴国家 可能是越南等等的地方 看到泰国等等 其实目前来说 中国有些部分的厂商都开始由中国这个地区搬走 因为始终看到,没错 劳动成本是有优势和发达国家 但是始终看到近期来说 中央为了鼓励内需 或者去支持一些人企业的发展 都强迫性或者市场的大趋势 都是这样的人工成本上升的速度非常之快 所以你说在劳动力成本上 和发达国家比较 人工成本目前来说仍然是优势的 但是这个优势只会愈来愈弱 这个是事实来的 但是你说整个制造业 是不是真的会差 或者有机会被一些生意市场抢杀 我自己看中 未必的 始终说中国制造业都发展了这么多年 其实见到架构开始越来越完善了 我自己看回制造业 未必真的太过差 而且见到近期来说 人民币虽然市场冲击它继续升值 我自己看回升值的速度 或者升值的步伐 未必会像以往那么快 所以这方面来说 我相信对他们整个制造业 或者出口等等的打击 未来来说 不会像以往那么严重 再加上其实之前提及到 好像一些新兴市场 越南 泰国等等的竞争 压力 我相信在2012年左右 这些位置已经反映到七七八八 未来来说 我相信中国整个内地经济回稳 当地的内需 都会推动整个制造业向好的 所以内地的制造业 我自己看回 随着经济回稳 或者中央的一些政策支持下 后次可以继续看好的 好 根据这个指数 德国和美国在排第二位和第三位 调查也显示 五年之后 他们的排名将会下滑 好了 刚刚也提到 无论是各方面的经济数据 PMI 表现都不错的话 其实有没有说 哪个办法是相对受惠一点的呢 我想始终整个制造业 其实近期来说 如果看制造业PMI 我自己看到就是 其实钢铁业我自己都会看得好一点点 因为见到近期来说 到10月1月12月份 看到钢铁业PMI 的确有个大幅回升的迹象 始终整个钢铁业在製造 即是产量方面 我见到是有个好转的情况 但一见到这些钢材价格 的确有个回升的迹象 始终钢铁业整个利润水平 都压到一个没得再低的境界 因为再低就真的是一个严重 亏损的情况 其实看回一些大型的钢铁企业 都出现一个亏损的 部分亏损的情况 始终这个行业 过往来说 面对着问题就是 产能过性 产能过多 都令到钢铁价格不断下跌 但始终中央一直努力 涂汰落后产能等等 我相信钢铁业要涂汰落后产能 不算太难 因为部分的一些小型钢铁业 规算情况的确比较严重 可能有一些措施 都带动一些大型的企业 去收购他们 或者做个行业拼购等等 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所以经过行业整合之后 产能过性的问题 可以慢慢舒缓 而且整个钢铁业低迷 某个程度上 都是因为内地的房地产行业 过往两年做得真的 动工、量、整个房地产行业 投资气氛比较低 就是因为政策调整 但是近期来说 经济回稳 房地产市场都有转好的迹象 我相信钢铁业都可以受惠其中 所以钢铁业后市来说 我自己都会抱着一个憧憬 随着经济回稳 后市可以做得更好 好 我们都顺便看看钢铁板 今天都逆市上升 一起看看 安钢方面升2% 6.36%升1.3% 马鞍山钢铁升2.6% 继继2.7%升7仙 重庆钢铁方面升1仙 继1.5%升0.6% 中国东方1.8毫升1.8毫升 首长国际升7% 继5.9%升4仙 谢谢阿来 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 麻烦你也要申报一下 刚刚提到的估计有没有持有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我们耀塞塞警台的直播节目 有事想问我们嘉宾的话 不妨继续打电话来 电话号码是2804-6566 电话号码是2804-6566 电话号码是ask-bstrong.com 休息五分钟 稍后回来再见